参加完这个比赛挺开心的 最喜欢的就是模仿那个感觉 对我这个挑战挺大 我觉得很开心 能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这个比赛中 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我觉得是公开组的小金谷 因为他们都打得非常好 我就是在家里每天练大约两个小时左右 参加完这个比赛 我得到了一些没学会的知识 教室大约对方的笔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